一眾歌手這天來到電視城 出席2018勁歌金曲優秀選的錄影 拿了兩個獎的周柏豪 就說今年在音樂的頒獎禮上很有信心 那你被提名示低又有沒有信心呢? 坦白說示低自己就沒有信心 因為自己剛剛來到電視機裡面 所以自己需要花的時間 我覺得再花更加多的時間 才可以做得到別人心目中的一個位置 所以現在盡可能都是以一個被提名 已經覺得很開心 很罕有地在那個位置 看到自己的一個心情去面對 就來結婚兩周年了 柏豪又想好點慶祝沒有? 多謝大家先記得 我坦白說沒有特別預備甚麼 因為不是第一年一起 也不是一個短時間 大家一起的時間 所以我想都是在家 簡單單單吃飯 跟長輩吃飯 因為我又飛了一輪 又不久沒見 可能簡單吃一頓飯 已經覺得很溫暖很開心 之前薛家宴和女女珊珊就拍了一個招親廣告片 吳葉昆走去報名 但就被家宴姐拒絕了 是加入了家宴姐幫珊珊損勢 怎知道原來是做馬的 我現在要抗議 都不給我機禍 即是interview都沒有 真的嗎? 是啊 不要緊了 不過讓我看看今年 看完家宴姐的演唱會 看看會不會有甚麼事發生 家宴姐說你發生 那些男性就是比較 那個感覺是被人覺得是霸心的 但我直到是 很專一的